主席 主席,我們請總裁,好嗎? 總裁,請 總裁,我看你今天財政委員會有史以來最清爛的,因為沒有人想問你嘛 因為媒體報紙都捧你捧得很高嘛 所以他幫你修理的人要塑造,會修相 所以你看,財政委員會有史以來沒有這麼清淡的 所以你講義啦,表演得很好 謝謝林委員的鼓勵 但是不來給你問一下,覺得還不行 因為現在監督聯盟在看,好像財政委員會不來問又不行 我只問你一個問題,好不好? 這個,上次不知道有沒有跟你提過 現在所有的匯率調整齁 我們現在,你現在中央銀行所管制的部分 所在管制所有的銀行 保養公司,外匯的這個處理 都你們在管嘛,控制吧 對吧? 但是真正外匯最大的,大眾的 是這些,所謂的高科技行業裡面的外匯最大的 處理最大的 它幾乎是我們現在目前,銀行也好,財政公司也好 外匯的價錢也好,幾個月 那你沒有辦法管到高科技的所謂的匯率的問題 那你現在只能管的,只是管在所謂的銀行 那麼保險公司這個問題 那這麼大的這個外匯,你沒有辦法管 你只要管這個 那你現在怎麼去控制這個外匯 現在有一個報告呢 我們 經常這樣就是商品勞務的交易已經完全自由了 那對外投資呢 只要經濟部投審會的許可 都沒有管制啦 每個人每年可以買賣美金五百萬 我們統計是來平均一筆只有十一萬美金 這個我們目前外匯管制是相當的鬆的 我現在在說,你如果要開放 你現在不會說,現在保安公司是外匯在處理 在說,買買外匯來說 你只能說,你現在還買下去之後外匯會的普通 你們會去控制嘛 大幅你們去控制 在這裡保險公司的銀行也好,銀行業也好 這些外匯的整個買賣還是要收你們管制嘛 就是說保安公司,我現在外匯在操作外匯 我大幅買賣還是要你們管啊 不是,他們相當自由啊 沒有,還是你們管 你們會說,當著道德的欠說你賣啦 這個路也賣啦 但是他們,你如果說賣 他覺得不敢嗎 我像林委員報告齁 大概中央陽會協調他 假如說他有一筆大筆的交易齁 中央陽會希望他分散啦 不要一天裡面,一個時刻裡面進行市場 大宗的你管不到,你只能管小宗的 所以你要管的,要整個外匯的管制 你正說大宗的外匯的管制 當自由經濟,每一個高科技公司他自己在操作嘛 你當他不受你管制 既然這樣的話,我是跟你說 既然大大的,你沒有辦法管的話 小的,你也不用去管他 因為你管,你管這個就不意思了 就是說你今天 你一百億就不管了 你管那兩億,也不意思 或許你傳統下來就是你們在管 但是我是認為說 你既然高科技的已經在整個的外匯的操作比例 已經占那麼高了 你這些保險公司的操作 當然輸贏是一嘛 在他們認為說要拋了就拋了 要買就買 對不對 可是當然,這個會不會影響 你整個外匯的管制 控管會不會 照道理來講 只是小部分嘛 他只小數字而已 對不對 大數字你就無法處理了 所以,我是建議啦 當然這個是全責在你 我是認為說,你既然 大的,你已經沒有辦法管控了 小的,你倒是不管 免得人家沒有說 我要拋售 不要怪說,總共又不准我拋 我只拋 高科技公司已經拋了一百億,那你一億不要我拋,那高科技公司已經拋了一百億出去啦 等於說人家會講話,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是建議啦 總裁,這個事情呢,既然是已經在整個台灣外匯的管制來講,已經比例佔得很低的話 你不用再去,不要去炒那些心啦,要想贏啊,買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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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事情 沒必要,因為以前是,以前是這塊大餅,都是在銀行跟保險業者手上嘛 可是台灣目前上已經變了,變成高科技操作外匯的數量要比這些銀行跟保險公司要大很多嘛 所以我是建議說 總裁這塊呢 能夠放手就放手 免得讓人反抗 站著說你一次就不管了 你管我這個 當然你說的是沒問題 一次就不是我 我就管了 他自己自由在操縱 對不對 所以我是這個建議 希望總裁這個事情呢 你好好回去考慮一下 你就放開箱 將來整個金融自由化 你就讓他自己去弄嘛 沒有必要總裁 你中央銀行再去管這個小東西 我也覺得比較煩人 因為金融既然自在化 自由化 所以我是覺得說是不是 7點這個部分 你把它放一放給它 更不用煩人了 好不好 像委員報告呢 台灣呢 是個小金融高度開運的經濟呢 匯率的動態穩定呢 對我們國家總體經濟的穩定 是缺為重要 那麼中央銀行只是 保險公司有大筆的買賣 中央銀行是 把它協調 這樣它分出 像林委員報告 就是我們高科技的產業 他們也是相當合作 他們不會一下子拋很多錢 我們這個understanding 就是每天選它陸續的 用固定的水量在拋 事實上最大的幾家高科技公司 他們都是很合作 每天定量定量的在拋 它不會一下子 突然間有突然間沒有 干擾到市場 兄弟兄弟兄弟 那是你最人成功啦 啊不然 公司的順利 我還要受你管制 我明天不拋很多 中平衆很補出來啊 很了解啊 我還在考慮 不拋不拋 對不對 那是因為你會找人 所以大家 道德欠說 他們還可以接受 如果他拋你也沒辦法 對不對 所以你最人成功啦 謝謝 謝謝 好